大家好,这里是重色几欲 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在许多朋友的印象中 传统的日本社会 存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 许多影视与文学作品都描绘了以下状况 日本女性结婚后淡出职场 辞去工作专心相夫缴子 也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现实 常存于日本民间 虽说是男主外女主内 但许多日本全职主妇 却不会成为婚姻中的附属品 在许多案例中 丈夫在外努力工作 辛苦挣来的钱 回家会交由妻子处置 身为经济支柱的先生 每天吃着老婆带的便当 在外头花着妻子给的零用钱 像蜡笔小型中的演员广致 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这些案例中 身为主妇的妻子 除了妥善规划家用财政外 更肩负起一个重要任务 理财 像是知名的经济学术与渡边太太 描述的就是标志性炒回现象 当时这批来自日本的主妇 在持家理财过程中的决策 呈现高度一致性与同步性 因而影响全日本 乃至整个世界 本期影片就跟着我们脚步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进入主题之前 我们要先带来一款产品 没错 Surfshark VPN时间又到了 这是当前市面上 CP值最高的VPN产品 在超过100个国家 设有3200台伺服器 让我们轻松切换IP地址 保护我们使用公共WiFi时 不会被有心人窃取个资 历经2023年的风风雨雨 越接近年底 就意味着节日佳期道乐 这段期间也是一般上班族 网路购物跟出国旅游的高峰 圣诞、跨年与之后的农历新年 这段期间我们的消费需求高涨 不管是跨境购物、买机票 还是自己境外上网 都需要Surfshark VPN的全面保护 以及能帮助我们省钱的诸多功能 不止Surfshark 1拥有的放途功能 各自外泄警报 Surfshark Search 私密搜寻引擎 也都能协助我们在海内外生活时 防止重要资讯外流 和线上更改地区的功能 也可以让我们化身其他地区的消费者 不管是刷卡买机票 还是享受品牌促销 都能获得最有利的优惠 说了这么多 有兴趣的朋友 连结我都放在下方说明栏了 使用我的优惠代码 即可享用圣诞节限时优惠 加送最多5个月的免费 还有30天退款保证 现在就使用Surfshark VPN吧 我们开头聊过 日本传统社会里 女性婚后常转职成全职主妇 这时她们会肩负起 一整家人的财政大权 下至鱼肉输国的财卖 上到存款理财买车买房 一家上下的大小决策 全都离不开她们的掌控 也因此如何开源节流 就成了日本主妇的必纠客 与此同时 许多男人也都乐得轻松 他们认为 男女分工安内攘外 或是让家庭走向成功的关键 根据日本媒体统计 在传统的担心家庭中 有多达7成的家庭 选择由主妇管理家庭财政 而丈夫整天在外工作 回家后往往只想好好放松 她们也乐得让妻子专职理财 甚至有不少日本男人坦诚 比起自己亲自操盘 她们更信任妻子的管理能力 在许多案例中 丈夫会将每月工资 带回给老婆 而主妇则会根据家庭规划 先将一大部分存入银行 之后再分出一小部分 通常是一成左右的现金 用作丈夫的零用钱 让他在位吃饭与应酬 由于主妇的KPI不好定义 因此许多日本家庭 会把银行账户存款的数字 视为关键指标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知道 要增加存款累积的速度 关键是开源节流 如果丈夫收入持平 那妻子就也只能从节省开支下手 这也是为什么 许多日本丈夫常抱怨 自己那份零用钱少得可怜 而妻子听了也常挥罪 要这个长期饭票 在职场多多努力 薪水开支一进一出 开源节流的方式却不止如此 除了丈夫想尽办法拉高所得 妻子想尽办法节省支出 更大的任务就落在投资理财上 也因此 著名的经济学术与渡边太太 就在历史的帷幕中诞生 时间拉回20世纪90年代末期 当时的亚洲正遭遇金融危机 而在东亚的日本 也在经济泡沫破裂后 长期奉行超低利率 甚至零利率的政策 要知道 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已拥有高度发展的经济 是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民收入不断创高 也让家庭所得居高不下 当时日本主妇没什么理财需求 反正丈夫赚得够多 他们只要懂得把钱存进银行就好 这阶段的日本女性 理财策略多半以首财为主 然而到了命运拐点以后 日本经济陷入颓势 不仅失业率拉高 也开启数十年的薪资滞涨 由于家庭开源不易 主妇们的理财压力就同步上升 而国内的极低利环境 迫使他们找出新的理财方式 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途径 就是把手里的日元换成外国货币 存放到利率较高的外国银行 借此赚取灰茶 时间进入21世纪 类似的现象日益盛行 当时东京的外汇保证金市场上 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 当天上午 明明市场行情就稳定处于一个状态 但一过中午 市场走向却出现拐点 大量的资金同时进入或抽出 导致整个市场走向迅速陷入混乱 如此高度一致的进出场动作 让整个市场感到疑惑 经过调查后 专家发现 这背后的动力来源 竟是一个又一个的日本主妇 原来 这些主妇忙完了上午的家事 吃完午饭后 就开始进行一天的外汇业务 由于他们的生活极具规律性 在全日本范围 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主妇 不约而同一起出动 促成了这奇特的现象 也让外界意识到 日本主妇背后强大的影响力 资料显示 这凭家庭主妇当时的日成交量 占据日本外汇保证金市场 将近三分之一的份额 考栏到当时日本经济 占全球的比重 直至太太军团 成了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推波之下 渡边太太的名号不禁而走 回顾当年的数据 日美利差长期稳定在5%左右 日元对澳元的利差 更在2007年一度来到600分店 再加上同期日元贬值 对渡边太太来说 这样的投资操作收益相当可观 由于利益明确可及 越来越多日本主妇 在相弄闲聊时 传送起上述投资的理财心法 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行列 渡边太太大量接入低息日元 接着在大局抛售 同时买进她股货币 上述集体行为 甚至成为日元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 时间来到近年 随着全球进入地利时代 当时简单套利的时空环境 已不复存在 放在日本主妇面前的投资选项 也越来越多 这个群体曾高度一致的操作手法 性已被分散到许多领域 但这不代表他们退出历史舞台 这群又被称为 和服交易员的日本主妇 目前仍有不少成员 仍留在外汇市场 有人转头押注波动更大的货币 像是南非币 墨西哥P索这类新兴市场货币 有人更投向加密货币市场 当然稳健派的操作势必还是主流 但也比较不容易被外界所标记注意 毕竟归根就底 日本银行定存的利率实在太低 庞大的需求 将持续推动投资人 寻求更高收益的选项 从上世季末到本世纪初 渡边太太的活跃 让世界注意到这群日本主妇 而这之所以成为著名案例 很大一部分源自他们身份的共同性质 第一个特质 这批主妇可以灵活运用大量金钱 且比较不受到家庭内部监管 我们开头提过 日本家庭财富有主妇管理支出 只是日本长达数十年约定俗成的社会规矩 丈夫不过度过问也是他们的默契 由于参与决策的人少了 投资理财操作自然更加灵活大胆 第二个通知性 源自主妇高度集中的限辖时间 当时这些主妇在丈夫小孩外出后 每天的平均工时 大约是三个小时出头 紧牢一点的多半可以在午饭后结束 这也意味在傍晚准备晚餐前 主妇会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自由运用 充足的时间 让他们更可能及时调查资讯 关注投资动态 第三个共同性质 源自作息的高度一致 日本主妇很容易就形成小圈圈 交换八卦之余 也分享理财心得 这导致同一条操作手法 可以很快地在地面推动 进而形成不容忽视的趋势 总结来说 日本主妇常年奉执理财 成就一整批投资大军 高度同质性 使得他们的操作 很容易放大影响力 进而被外界观察 至于这群渡边太太 未来还会有哪些操作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